爸爸吃水果 爸爸水果很好吃 爸爸吃水果 怎么了 两个人吵架了 过来 受什么委屈了 我的乖儿子来 妈妈抱抱 嗯 乖儿子 妈妈 爸爸 妈 细雨不是三岁小孩子 她是大人 大人不会跟小孩子吵架的 宝贝 笑一个 对了 妈妈笑一个 妈妈喊你痒痒了 细雨是大人 细雨想当正常人 细雨想当正常人 我还得抱她 怎么了 今天在学校 今天学校这种场合 你是不应该带她去的 妈 我还是想带西雨 去做一次准确的障碍诊断 这些话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可是 你不要去做这些无端端的检查 好不好啊 可医生说 医生说什么呢 她能治好她的病 把她治得跟正常人一样 那我们家里是多一个乔布斯 还是多一个比尔盖茨 行 我们远的不要说说近的 把她治得 就像现在的悉尼一样 整天就在家里头睡懒觉 不去工作 晚上呢泡酒吧去舞厅 你不要忘了我的孩子 在别人的眼里 那可就是一个富二代呀 很多人会拉着她的 到时候她跑到社会上 吸起毒来了 瓢起窗来了 你不担心这个 再说她现在怎么了 她现在很好啊 她现在这个状态 我很满意啊 陈天在家里头 画一个画呀 杨杨小鱼啊 再说她多听你的话 你多有成就感啊 可是妈 可是怎么样 该去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 非法国去美国 澳大利亚去日本 什么偏方名医 我都使过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 九病成医 九病成医 在西语这个病上 你妈扮个医生 从小到大 我一直很羡慕我哥 因为生病的关系 他独占了我妈所有的爱 可是现在 我反而觉得很幸运 不必承受我妈过度的爱 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 印象当中 我哥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西语的病不是天生的 是不是天生的我不知道 就记得小时候 哥虽然很害羞 但还是愿意跟人说话的 就好像现在的平安一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越来越退缩 越退缩 我妈就越不让他出去跟人接触 依次恶性循环 所以我赞成你让平安去幼儿园 让他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交更多的朋友 我只是觉得 你先生跟一般的自闭症不太一样 所以想问一下 哥 平安 来 我给你们拍张照 你们坐在上方上吧 坐好了啊 看我这边 靠近一点 笑一笑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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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小朋友都进去参观了 你也一起去啊 好不好 他好像很害羞啊 他平常都待在家里 比较少跟人接触 所以比较害羞 小朋友刚来就是这样的 久了就习惯了 小朋友 你今天先跟妈妈一起参观 但是明天就不可以这样撒娇了 好不好 我也可以一起去吗 可以啊 走吧 西宇 我先进去带平安一起参观 你在这里等我可以吗 我很快回来 走了 好难得有爸爸能参加开玉殿里 你真是个好爸爸 西宇 是好爸爸 这男的有点乖乖 也不挺正常 我怎么发现了 看起来不是正常的 对啊 挺吓人的 是我 西宇 怎么了 为什么不开心啊 平安去上学了 你一个人在家 没人陪你玩 是不是很无聊 今天天气很好 那我们去写生好了 那你想做什么 西域想做正常人 那个男人有点怪怪的 看起来不太正常 我刚才就发现了 西域想做正常人 是 医生 平安的状况已经好很多了 可是我今天需要跟你聊一聊 我先生的事 这么巧啊 正好我也想找机会 跟你聊聊你先生的事 是这样 我有位前辈 他是精神科教授 他非常关心你先生的情况 所以西域的自闭症 不是天生的 他不是先天性的 这点无法肯定 但是由于他是成年人 现在进步这么快 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那么好好的治疗 是不是就可以痊愈 这个嘛 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还是先检查完之后 再下结论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医生 妈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我想带西域 去做一次比较精确的检查 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吧 平安快要下课了 徐护士要去接平安放学 西域 一起去啊 陈欣 不想去 西域 西域 女生 Davidson 我 地方 kunnen Darwin 道 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